让人类都退避三射的毒蛇 居然会被娇小的螳螂制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问昆虫界谁的战力最猛 那必然有螳螂的一席之地 而在自然界 螳螂和毒蛇也有相遇的机会 那么两者对峙究竟谁更强呢 要想知道这场战斗的结果 光是用猜可不行 毕竟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螳螂的战力 提起螳螂 你或许会想到武术中的螳螂拳 事实上 螳螂拥有着强而立的前肢 看上去就像是两把大刀 上面还带着一排排的锯齿 末端还有一个小刀钩 三节弯曲这种结构 可以牢牢地锁住对手 别看他们个头不大 但是却能举起比自身重量 重二百倍的物体 这能力放到人身上 就等于是人能举起两千斤的物体 都说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螳螂也是掌握了其中的精髓 据了解 螳螂攻击一次 仅需零点零一秒 比你眨眼的速度还快十倍 这开挂的能力 只要体型差距不是很大的对手 基本都难逃螳螂的制裁 也难怪古人会模仿螳螂形成螳螂拳 他的战斗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 相信有看过黑猫警长的朋友们 应该记得里面有个故事 讲的是母螳螂吃掉自己伴侣吧 事实上 现实也的确如此 很多时候母螳螂在处于 特别饥饿的状态 尤其是产卵的时候碰巧饿了 就会有蚕食攻螳螂的行为 这也是为了补充自己的能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激发公螳螂的交配能力 因为公螳螂的金虫主要是在腹部 失去大脑袋 也就失去了克制的能力 这样就能刺激雄性螳螂传宗接代 可见 螳螂再厉害 也抵不过母螳螂饥渴的大刀 螳螂大战凶狠的毒蛇 究竟谁的战斗力更强 毒蛇竟遭螳螂给反杀 毒蛇之所以让人畏惧 主要来源于他的这几样武器 首先就是毒液了 毒液一般都在毒蛇的炉枪中 由特殊的腺体分泌的 这个腺体其实人类也有 就是能够分泌口水的唾液腺 只不过毒蛇的口水有毒 通常毒蛇的毒腺都是与毒牙相连的 当然有的蛇也不一样 被它们咬了以后 会感到身体像是打了麻醉剂一般 严重了会出现呼吸困难 休克等 当然光靠毒液还不能成就一番事业 毒蛇还有第二件武器 那就是强大的缠绕力 毒蛇的脾气一般都比较暴躁 如果有动物侮辱它们的领地 就会被制裁 毒蛇最擅长的就是缠绕 它们会在战斗中依靠锋利的牙齿 死死咬住对手 然后凭借灵活的前半身 把对手牢牢缠住 等到对手离开美丽的世界 就是它们吃播时间了 由于牙齿没几颗 所以大多采用生吞的方法进食 保准你饿了三天都没它快 当然 也有失误放跑对手的情况 或者遇到同类截火 不过问题不大 毒蛇分叉的舌头会频繁地伸索 像雷达一样扫描 能很快地追踪到对手的气味 由此可见 蛇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这也让蛇类家族 一举成为了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螳螂大战凶狠的毒蛇 究竟谁的战斗力更强 毒蛇尽遭螳螂反杀 螳螂和毒蛇没事 都喜欢在草丛中溜达 所以两者相遇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在体型相同的动物中 螳螂是很难找到对手的 但仅仅只是把螳螂 和同体型的动物相比较 那的确小看它了 螳螂对于一些体型比它大的动物一样干扰 比如毒蛇 两者交手 毒蛇一般是很难占便宜的 因为螳螂个头小 毒蛇想要利用缠绕的攻击方法 基本是不可行的 如果毒蛇正面攻击 以螳螂得天毒后的轻弓 很容易跳到毒蛇的身上 精准拿捏毒蛇的七寸 再用两把大钳子 死死地夹住毒蛇的七寸 任凭毒蛇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 而且蛇类动物是冷血动物 如果受伤战斗力也会大大缩减 因此螳螂和毒蛇相遇 螳螂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综上所述 动物界或者是昆虫界的法则 一直都是弱肉强食的 只有在相互的搏杀中 才能决定谁有资格活下去 而且 所有生物也都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我们也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或许有一天动物的这些技能 也可以被开发出来造福人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积极留言评论